快要过年了,机动市议员张炳君特地准备了一万两千颗鸡蛋以及春联红包袋和坚果饮及口罩等物资装成福袋 逐一送给包括中山区德河以及仙动国小等全市其他区国小的关怀户弱势学童们 希望让小朋友和家人在过年期间能够有小小的幸福 那其实丙君在我们过年前,那我们有准备了一万两千颗的鸡蛋来送给我们中山区的低收跟中低收入户的家庭们 那后来当然我们有一些家庭因为没有来领取,所以我把这些鸡蛋,然后再加上坚果饮米粉 还有我们像红包袋春联,还有我们一元红包袋 再来转赠给我们很多学校的清寒儿童家庭 就是希望在过年期间也让他们可以一起感受到我们这个淡淡的幸福 那也祝福他们在新的一年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事事顺心 未来的,我也会持续来为我们弱势的团体们争取更多的福祉 让他们过更好的生活 小朋友们也鞠躬感谢张炳君叔叔对他们的关心 谢谢主主,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美好,很谢谢我们张炳君议员来推动这个淡淡的幸福的活动 让我们这个孩子呢,在这个过年,尤其是寒冬的时间 全省都缺淡的时候,还可以得到这个有机的鸡蛋 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张炳君议员这样子抛砖引玉 能够引出更多社会三星人士,能够关怀学校里面的所谓的弱势的孩子 张炳君也期盼小朋友们长大后能够延续这份善的循环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